好的 感谢小枫 小薇最近听说 美国人学习中国话的热情是越来越高涨了 那么小枫 你在洛杉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我们学校是两年前开的中文课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16个学生 那么现在是第三年 第三年的话呢 现在我的中文课的学生已经达到120个人了 看来学生对这个中文课还是很感兴趣 杨老师介绍说 学生们喜欢学中文 与中国地位不断提高有关 现在在美国讲中文的人是越来越多 许多学生觉得自己已经可以掌握英语和西班牙语 如果再掌握一门汉语 对今后的就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为了增强学生学好中文的感性的是 课堂之外 学校还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去北京 西安 上海等地旅游 经过两年的学习 现在的学生对中文有了基本的概念 能基本掌握问候语 学校用语 也知道去餐厅如何点菜 我俩一趟 我俩一趟